歡迎回來開機店 我是燕魚 今天要來試駕一款 哇 我覺得期待已久的車 身邊呢有一位潛在的買家 今天去給他驚醒喔 給他試車看看 看可不可以成功推坑他 今天要幫大家試駕的是 B&W的i5 E-Drive40 而且是M Sport的版本 好 再來帶大家快速賞一下車 其實是我自己私心啦 這台車真的在我的心目中 我覺得外型定位來講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幾個點跟大家更新一下 關於車身尺碼的部分 我們上一支影片呢 有點堪誤 我們再把一次 正確的車身尺碼上給大家 那特別想要點出的是 這一次其實在i5呢 它的整個車身尺碼都放大了 幾乎呢 可以對標到過去的7系列 所以呢它已經慢慢的有點 媲美7系列的那種 車格跟車場了 車場其實有超過5米嘛 再來呢整個外型啊 還有內裝的一些細節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們上一支影片 因為我們都有非常非常詳細的 做說明 那這次呢會把影片的重點放在一些 新的體驗跟動力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的體驗 數位鑰匙2.0 欸這不是新的體驗啊 但是它現在支援 Samsung了 沒錯三星手機呢 現在可以支援 BNW數位鑰匙2.0 而且呢是直接內建在 Samsung wallet裡面 上一支影片其實有提到 貴人非常的期待 又可以把我的 SR3拿出來秀一下 那我剛剛也有研究一下 它支援的三星手機系列呢 目前就是從Z4的系列跟S系列有支援 那我們把一些型號 他們有正式官方有釋出說 可以來做更新的型號列給大家 那剛好呢我手中的S23 Ultra 是有支援到的 那目前我們現在打開 Samsung wallet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已經有一個卡片鑰匙了嘛 卡片鑰匙呢 你就可以做很簡單的一些操作 例如像是鎖定啊解鎖啊 開空調或者是後車廂等等 這個啊如果我們 以電動車的這個定位來講 對標一下Tesla 其實跟Tesla的數位鑰匙 已經可以來算是 蠻相提並論的喔 可以來做一個解鎖了 那好處是呢 它一樣有一個Keyless的解鎖 所以我現在不用帶手機 基本上靠近一下 就可以來解鎖了 這個感覺很棒耶 那再來它有配合 就是買BNW App嘛 買BNW App上面呢 它的這個數位鑰匙 我覺得還有一個 也不錯的新功能是 現在它支援了Android系統嘛 那我們可以分享 我的這個數位鑰匙呢 給我的朋友們 那也不限定說 Android只能對Android iPhone只能對iPhone 也沒有喔 所以剛剛我們有測試 把我的鑰匙呢 分享給我的編導 沒有錯 那它也順利的 可以加入到它的Apple Wallet 然後也可以來做 車輛的一個控制 那它有些小細項可以選擇 例如說呢 你想要稍微的來控制一下它 它可能可以啟動這台車的 例如說車速啊等等 還有細項可以選擇 他說 非常的適合年輕駕駛來使用 就是如果呢 今天欸我爸 要借給我的話 喔四五星人都只能60 50 之類的 也有一些細項可以做選擇 那你在你的Wallet當中呢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分享了給誰 然後做一個鑰匙的管理 如果你要刪除 或者是新增 也都在App上面開來做使用 這一點科技實力啊 不錯不錯 很好 那其他的重點呢 我們就來進車內 再繼續聊吧 這次試駕前呢 再跟大家聊一下 比較深度體驗 跟操作之後的一些小心得 有沒有先看到 我去車主欸 哈哈 他現在就有連結 就是BMW的ID 所以現在連接之後啊 那包括例如說 汽車的一些狀態啊等等 保養服務啊 全部也都會同步在裡面了 所以例如說你 事前要上車前 可以先開空調 開燈解鎖等等 也都可以來做遠端控制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有沒有看到他有遙控停車 他就有幾個選項 例如說可以手動 那剛剛其實如果他有車子 偵測到的話 他其實也可以做一般的 像是自動停車 這個啊 比較特別的是 假設呢 他會連接你的GPS定位 然後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的家有個停車位 那他偵測到說 你已經開入到 例如說住家當中了 然後這個停車位 那你先操作一次 記錄一下你停車 之後到同樣的定點的時候 他就會詢問你說 是不是要接手 來幫你停車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 其實在過去呢 像是宜成他們在X5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有測試過 但X5那時候是油車嘛 那差異就是他的驅動方式 是用48V的那個輕油電的電池 要去驅動的 可是他好像時常一定要保持滿電的狀態 他才可以去驅動這個 所謂的路徑停車 但是電車就不需要 所以照邏輯跟道理來說 這個功能應該在電車上是會更加更加實用的 那再來呢還有可以開啟遠端攝影機耶 包括像是外部 然後跟內部的一個畫面 測試看看喔 有勒 好可愛喔 我們剛剛就拍下了一張照片 還蠻可愛的耶 就可以做一些 例如說出遊的紀錄啊 全家還蠻開心的 或者是你想要看一下 臨時看一下車內的狀況 那再來呢比較 嗯歪腦筋的話 就是桌間的時候 欸沒有啦 但是他啟動的機制是 你必須車輛是停止的狀態 才能做啟動的 那包括像是錄影機 也是可以的 這應該是外部啦 喔 3D試圖也出來 哇 嗯 他合成的蠻好的耶 所以就是可以讓你看一下 外部 可能有沒有什麼樣的 例如說停了什麼樣的車 或是怎麼樣的 可以去做一個畫面 另外幾個在操作上 剛剛體驗到的小特點是 他雖然我自己是喜歡 比較偏像是這種水晶啊 不是過去的實體按鈕 但是啊實際操控之後 其實會發現 他沒有一個反饋感 所以有的時候 例如說假設你現在想像 我們在駕車 那我想要調整一下 我可能不會很即時的知道說 欸我到底真的觸控到了沒有 這樣子就會造成說 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可能眼睛還是稍微要分心去觸控一下 那再加上這邊他可能沒有一個聲音有沒有 我覺得在車燈的部分 他是有聲音 但一樣喔沒有反饋 所以我就要 可能要注意一下 儀表板開了沒 喔等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充電板 欸真的只有駕駛座才有無線充電板耶 那我的S23 可以用數位鑰匙對不對 那麼大隻可不可以充電呢 好啦有一點背 有沒有辦法 我有裝殼 他其實是可以充電 所以我在猜喔 他猜掉殼可能是嘟嘟好喔 但是只有駕駛座只有充電 副駕沒有人權 這是一個置物駕 對 極大的一個在體驗上的小更新跟大家分享 那這一台呢 他其實是有選配一個舒適座椅的 舒適座椅差異在哪邊呢 就是在座椅的部分兩邊 會再而更往內夾一些些 所以待會呢也可以幫大家體驗一下 那在i5的雙版本們 他的其實算是標配都可以選是 M Sport的一個氣壓懸吊 我覺得這點也非常非常的香 那如果你的駕駛是比較偏舒適島上 你覺得你可能使用不到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選舒適島上的一個氣壓懸吊 但是如果你要選M Sport的話 是不用加價的 這個小特別呢 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就準備 然後要來上呼呼 剛剛的聲音有沒有 挺好聽的 就是要有這種科技感喔 那我剛剛就是偷玩了一下 就是我有設定我的那個 寶貝 就是他的語音呢 可以設定自己喜歡的 有點小無聊 您可以再說 這個呢就是 這個聖誕節啊跨年 如果覺得孤單寂寞冷的時候 還是可以跟他對話一下 寶貝 請您換個說法再試一次 以上是我能理 他不想我找他寶貝 寶貝 幫我導航去鎧匠體育 啊 鎧匠體育女球專業店 是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 好的 就找到了 那他只要是整合在內建的 導航跟圖資呢 大家可以發現 他現在也有把電量啊 預過的時間 都有整合進去 那我覺得這點不錯 然後包括呢 附近沿路會有的充電站 也都有整合在裡面喔 那我覺得這點也是不錯的 補充一點 這個地址呢 是我爸的舊店 表示圖資好像也沒有更新喔 我爸在Google地圖上 是已經有做更新了 那順帶一提 他當然可以支援 就是無線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可以顯示電量 不行 好問題 對要用原廠內建的導航跟圖資 才可以顯示電量喔 那現在我們用Google Map 其實是沒有 不過像是Volvo的XC40 Recharge 因為Volvo是使用Google的車機嘛 他使用Google Map就可以顯示電量 所以這也是各家不同的特色 好的 現在去接我老爸 比較動力的部分呢 我待會先留給他 跟他一起體驗 那幾個科技面呢 跟大家點一下 首先我很喜歡他的 AIR擴震實境的導航 然後他會結合就是 路徑只有那個魚骨的顯示嘛 我覺得就是很直覺 然後很清楚 這點蠻喜歡的 再來他有顯示器非常的大 一樣呢也是在操作上 我覺得很清楚 我們剛剛在開來的過程上呢 也有體驗了一下 他的自動變換車道 你只要有開啟ACC啊 啟動之後呢 其實你打方向燈 他就會自動的幫你去變換說 現在是不是適合 可以變換車道的一個情境 如果可以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慢慢的 緩慢的幫你切過去了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 他會給你一點 好像方向盤會有震動的一個顯示 但是那時候他就會取消作動 所以就會把方向燈又再打回來 就是不讓你去做一個作動這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科技面呢 剛剛有稍微體驗到的 那現在呢 我要來等就是我老爸來 然後讓他測試一下動力的部分 嗨 試i7再來試i5 第一眼覺得怎麼樣外觀 車頭還蠻帥的 蠻帥的 燈齁 車頭蠻帥的 好我們先上車好了 好 好今天我來扮演一個 小業務的角色 看能不能推坑 我們的車主 有什麼吸引人 消費者買的地方 有幾個新科技 所以待會你在試駕的時候可以體驗看看 例如說 它是新的那個5AU 就是Level 2有半自動駕駛 這你很熟悉 那它有一個新的是可以自動變換車道 可以稍微體驗一下 那當然要體驗它的馬力啊 它的懸吊 懸吊呢 它是M Sport的懸吊 這個是算是標配 不用駕駛的 所以可以稍微體驗一下 那你有不同的駕駛模式 再來有一個也是在超駕上可以體驗 你有沒有發現你有一個換檔撥片 對 左邊 對 不要輕易亂按喔 它是一個就是boost 會讓你就是加速 待會如果你覺得有想要超車 想要來點馬力的話 你可以按下去 那它10秒之內呢 會給你這台車最大的動力輸出 這好像退檔 對對對 應該是340匹馬力 但是它有10秒 而且它還有倒數計時 可以體驗一下 滿有趣的 有點像在玩電玩的感覺 所以就讓你開開看 你應該是滿有感的啦 對啊 大概5、6年前的5系列 它已經差異算滿大 包括整個氛圍啊 內裝 對 已經差異很大 可能它的一些科技配備 更豐富一點 對 我自己很喜歡它這個導航 就是它有結合AR實境 然後跟路線直營 就是會有魚骨的箭頭的導航 其實這個魚骨齁 我的車上有 它是一個科技 但是說真的 我使用起來 因為有時候你很快 你就要去判定說 這個路線你是不是要轉彎 當你看到魚骨的時候 搞不好不一定來得及 我個人使用心得 但像我自己 我可能看地圖 沒那麼厲害 我就覺得這樣好像 就很直覺 因為它就直接顯示在地圖上面 它好像有手勢 有啊 你習慣的那幾個手勢都還有 真的啊 哦 你看 你看就知道有開過 就是聲音大小啊 那些都還有 對 還有一個是那個505 它會關掉這個螢幕 哦 那你在 它會打開嗎 有 再開一次 這樣也蠻方便的 如果人家夜間開車 嗯 不想要螢幕那麼亮的話 太亮 505 嗯 我覺得它車真的開起來 真的算很輕鬆 嗯 我覺得跟i7開起來很像 很像 對啊 是很像 但是這個支架 可能會稍微適合一點 嗯 i7是真的 有點大 對 60這個 呦 比較漂亮 這邊喔 皮椅 有一些是它的那個 M的一些 車縫線 然後跟 方向盤 對然後安全帶這樣子 然後跟馬力的不同 但是呢 M60的版本 它有後輪轉向 嗯 對 後輪轉向可能有感 對 開起來 對啊 我上次有去開奧迪的一創GT 嗯 它那一台有配後輪轉向 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它在什麼過彎啊 那種速度上 你就會很放心 嗯 然後 的確有感 嗯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兩台車 我覺得 嘖 這個車開起來 那個踩起來 那感覺比較輕鬆一點 喔真的嗎 對 嗯 我不曉得可能是不是車型 它那個就是做了比較跑車 對啊 這個可能還是設定比較 偏轎車 它是偏 我講的是說可能 偏舒適方面 舒適取向 對 是不是很舒適喔 對啊 我覺得它這個設定就是 算舒適的 來舒適 可是我們在市區啦 市區 你有感受剛剛有夾一下 它現在已經有動態 有 動態座椅 有有有有 但你有沒有發現好今天的服裝 欸 有欸 是M欸 這個是當你那一年去德國的時候 對啊 我送你的 對 呦 可是今天我也沒跟你說要試駕啊 我是臨時想說 欸 去載你一下 怎麼那麼巧嘛 對啊 所以很可惜沒有試到M60 哈哈哈哈 戒錯了 我現在是還沒有用的電車 我覺得如果以我的腳的那種腳桿 我開電車會算蠻快就適應 因為我覺得你可以利用它的那種 自動的那種回充的 而且你就發現你不用一直油門煞車 油門煞車切換 那這也是一開始可能很多人要油轉電啊 欸稍微要適應一下 適應力強的就很 就很快會適應 對 你要不要等一下來試試看那個Boost 嗯 哇你說這個 對啊 給它按下去 有啦 喔有 你看到手到手到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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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好帥 就是讓你可能有的時候你想要超車 就是稍微加速一下 還有一個這個機制在這樣 喔它就是給你10秒鐘 對 可以 去加速的 有一個 對對對 最大的馬力 我覺得算蠻平順的啦 不會到 爆衝喔 對 那我們來試一下英啟洋 老爸最在意的 嗯 啊 黏曲 因為我自己車子的影響很好 很好 這個就不會說到不好啦 但是就是 如果你真的開太大聲 你去盯它 它好像也是稍微有點比賽的 嗯 嗯 我覺得已經在水準了 今天這樣簡單感受下來 有什麼樣的心得嗎 呃 第一個我剛剛一直強調 我覺得這個車 設定還是比較像轎車 嗯 就是說以舒適感那種 開起來很輕快 嗯 那其他的內裝的質感 我覺得也蠻 蠻不錯的 會是喜歡的嗎 會是喜歡的 是真心喜歡的 真的喔 真心喜歡 對啊 所以以前五系列車主來看 現在的這個五系列 嗯 覺得改變是給過 然後喜歡的這樣 是喜歡的 因為如果以這一台車來講 譬如說椅子啊 嗯 或者說你乘坐 或者坐起來 開起來的感覺 嗯 其實跟以前比 我覺得算是 真的進步蠻大的 嗯 那短短體驗下來 你有覺得 欸好像可以再改進 或是自己已經有看到 比較不喜歡的地方 再改進喔 其實這個螢幕說真的很漂亮 嗯 可是我覺得 它的造型對我來講 我還是覺得 它好像就是一塊面板 嗯 把它放上去 可能我們的年紀 我們還是覺得 這個螢幕可能是不是 它是箱在裡面 或者是有一個裝飾 我現在是感受到 它的這個 手勢觸控還是很敏感 哦對 這個可能 當你是車主 我覺得 這個問題應該大啦 像我之前 我其實用到 我都覺得很順手 因為之前有人說 那個 轉大小聲到底要幹嘛 可是當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是很自然 很優雅 其實我覺得 沒什麼不好啊 反正它就是一種科技 那看你要怎麼去用它 對 還有椅子 或電熱椅子 我很喜歡 哦 但這個好像目前沒有這個配備 它可能可以選配啦 是喔 對 但它應該不是一個標配的選項 這個要 這個要扣分 要扣分 所以今天呢 這個小業務的角色 應該是扮演的 還不錯 還OK 好像 潛在買家還算滿意這樣子 那 我覺得主要 爸爸啦 就是它是一個 會擁抱新科技的人 對 我滿喜歡新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車主呢 其實 在這個階段 就滿多可能就會考慮 從油轉電的這個過程 那現在 例如說BMW 跟各家廠牌的電動車 也越來越多 我覺得 好像這個趨勢也越來越明顯了 那以上呢 就是 爸爸 以前的五系列車主 來看 最新世代的i5的一些心得 那 我覺得滿多細節的駕駛體驗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就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 喜歡的話 然後陪著繼續敲碗 陳老闆 時間有點滿 呵呵 他要先跟陳老闆預約 才可以邀請他來試駕 有什麼樣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韻語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打要跟鏡頭說不再見 掰掰 掰掰